孙星敏疯狂摘下欧冠第一 过门后第一件事为哥麦斯祈福 欧冠小组赛B组第四轮比赛 热刺客场凭借孙星敏的两球一注 4比0大胜贝尔格莱德红星 本场比赛 亚洲一哥孙星敏疯狂爆发 打进两球之后 他本赛季的欧冠已经打进五球 这一数据甚至比梅西和C罗多还要高 在上周英超比赛 孙星敏因为一次小小的报复犯规 造成了哥麦斯受伤 而目睹到哥麦斯的伤情之后 孙星敏一度情绪崩盘 多名球员助理教练轮番安慰他 而破门之后的孙星敏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 他并没有疯狂庆祝而是双手核实 似乎在表达着自己的歉意 依旧在为上周的犯规而自责 随着这场比赛打进两球 孙星敏也成为了2019年欧冠进球数据最多的球员 19球和斯特林并列排在欧冠射手榜第一位置 看到这样的孙星敏 不少球迷戏称他已经完成了从亚洲一哥到欧冠一哥的完美蛻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